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以及重要的事件 你现在听到的区块是podcast 是我们的语音节目 有别于用文字写 我们是用说的方式来讨论 最近发生的一些区块链的重要的大事件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在过年期间 加拿大有一间看起来是规模最大的交易所 这间交易所的创办人在印度 意外过世了 他过世的不是什么大事情 但是麻烦的是交易所 它里面有大概42亿台币的虚拟货币 那这些42亿台币的虚拟货币 通通都存在交易所的冷钱包里 这个冷钱包就相当于银行的金库这样子 那好巧不巧的是 这间交易所金库的钥匙 只有执行长有 他意外过世了 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我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打开这个门 现在就是全球有11万人的虚拟货币都被锁在这家交易所的冷钱包里面 金库里面 拿不出来 红包都没了 对 大家就觉得很心碎啊 就是那这些钱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虽然它是发生在加拿大 但是其实我相信有蛮多台湾的人习惯的把虚拟货币放在交易所里面 只是台湾的交易所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发生类似这种事情 应该说是幸运 但这其实还是暴露在风险之中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拿来讨论 就是说那它跟区块链有什么关系 大家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说被锁死的这42亿 其实是大家一起要交的学费 我认为这是必然发生的结果 因为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话 我们就不会知道说 那把钱放在交易所是多么的不安全 刚刚有提到他的钱那42亿其实都放在了冷钱包里面 然后他用银行来比喻的话 比较像银行的金库 那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热钱包吗 对 这其实在交易所这里 它在管理上面蛮像是银行的 一间交易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有柜台跟金库 就像银行会有柜台跟金库一样 那民众都是直接去柜台交易 提令现金或存入现金 所以柜台会有一部分的现金 但是多数的钱其实是放在银行的金库里面的 在加拿大的这间交易所 它其实就是把70%的虚拟货币 通通都放在金库里面 那只有30%是放在柜台里面 这其实是在交易所这个领域里面 非常标准的做法 这完全没有问题 为了避免如果骇客入侵的话 大不了他只能 通通把柜台这边 热钱包这里的30%的资金都拿走 但是他70%的这个金库的钱 他是拿不走的 之所以说热钱包跟冷钱包 热钱包它其实不是温度的概念啦 它是是不是有连接网路的概念 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手机会开热点 这其实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为什么叫热点 但是它其实就是 那你可以让大家连接你的网路的意思 所以热钱包其实同样的概念 就是说管理资产的这个钱包 它有连接网路 所以我们称它为热钱包 相对于冷钱包就是 我可能是把这些虚拟货币的钥匙 放在一个随身碟里面 然后这随身碟是拔出电脑的 所以它没有连接网路 骇客再厉害 他都没有办法透过网路 去找到这个随身碟 所以会说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做法 也非常多的交易所都是这样 比例不一样而已啦 就是说有人可能把90%的钱 都放在冷钱包里面 剩下的非常少一部分钱 还放在热钱包里面 这是为了避免骇客入侵的做法 但是问题是出在 虽然它是一个安全的做法 把所有钱都放在冷钱包里面了 但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 要如何打开冷钱包的人 他过世了 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说 你要去哪里找 开启那个金库的方式 对对对对 这其实是这间加拿大交易所 管理上面的蔬食啊 我认为 当然可能是他们的安全考量 就是说 如果我是这个交易所的执行长的话 我也担心说 如果我把金库的钥匙交给我另外一个 即便我很信赖他的伙伴 他有可能 里面金库里面有42亿耶 他有可能就是利欲熏心 就拿着钥匙去开了这样子 那他就跑走了 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当然是 只有我知道 很危险的做法就是 那也要保证你不会出事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要说过世好了 你失忆了 那其实那也是这种麻烦 这其实是这间交易所 他的一个管理上面的问题啊 就是说 冷钱包的钥匙 只有执行长知道 大家在他过世了之后 跑去找他老婆说 你知不知道 这个42亿的金库的钥匙在哪里 他老婆说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完全没有在参与 他们工作上面的东西 所以我也找不到 那现在就变成说糟了 那42亿的钥匙 存在这个已经过世的 执行长的脑袋里面 有你在文章里面有写到 这42亿恐怕要跟执行长 一起陪葬了这样子 对这42亿变成 他的陪葬品这样子 那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那这些42亿难道就消失了吗 如果你直接问我的话 我会说对 这个有点像丢进海里面 这钱甚至还绑了一颗石头 石成大海了这样子 因为他影响11万人 我相信他未来如果哪一天 运气不好的话 他应该还会在其他国家发生 包含台湾 我觉得这里可以延伸出一个问题 因为他其实有点像是 求场无门 对 然后因为你好像跟交易所 要也没有办法 但这个根本原因 其实是因为后面 并没有一个法律说 我交易所 我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的话 我至少是不是要 退多少钱给民众 我没有一个适合的法规 去处理这样的风险 更何况交易所他是一个无国界的 我觉得这就可以牵涉到管理的问题 对 很多人会拿这件事 就是说你看这么爱玩比特币吧 你看造成损失了吧 我认为这是两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大家会觉得 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应该是很安全 基本上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银行 它其实已经是存在了很久的一个制度 所以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 知道金库的钥匙 即便只有一个人有 例如说分行的主管 只有一个人有 但是总行应该还是有人知道 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备案的 backup的机制这样子 但是因为区块链这个领域 它其实是相对非常新 那交易所是一个更新的东西 多数的国家 其实都还不知道 怎么管理这个交易所 因为要管理交易所 大家就会说 那他们交易的这个虚拟货币 比特币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虚拟保物 还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合法的货币 台湾叫虚拟通货 对台湾叫虚拟通货 其实就是虚拟保物 你跟买卖游戏里面的衣服是一样的 各国政府都还不知道 怎么管理这个交易所 那就更不用说 它后面有很多的防护机制 其实就是完全没有 即便加拿大也是一样 会发生说 那一个人过世了 大家才会发现 原来这是个问题 交易所的冷钱包 怎么可以只有一个人知道 那这当然可以用 有两种方法来解决 第一种当然就是说 那法律要规定说 交易所的一些安全的规范 例如说你不能只有一个人知道 你可能要两个人知道 或者怎么样的 要让别人知道 这其实是有点奇怪的啦 你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隐隐有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例子 就是只有非常少数的人知道 可口可乐的配方 他们应该是要一起 好几把钥匙 然后要同时间使用 才可以打开那个配方的秘密的盒子 对 才能找到可口可乐的独家配方 对 那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方法 搬过来到交易所上面 它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 叫做多签钱包 多重签名的钱包 就是说 你要有一二三四五个人 同时都授权了这笔取用的交易 那你才能进到这个金库里面来 这是一种方法 你的法律要规定 为了避免大家资金损失 里面有可能会包含一些台湾人 因为它虽然是加拿大的交易所 但是交易所其实是无国界的 你只要连上网 你要用哪一个国家的交易所 其实是 只要你通过认证就可以了 中间就是要看各国去怎么规范它 这是从法律的层面来看 那我觉得 因为刚刚讲的都是法律 我们都是在讲监管的东西 但是监管通常它是 说立法它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我们才出现了什么沙盒来管理 然后临时来试验 但有没有可能是 我交易所 因为我现在既然已经发生这个 加拿大交易所的事情 然后我发现原来有这个问题 那他们可不可以靠一些自律的方式 来改善这个情况 或者是他们 如果真的要改善他们自己内部的制度 而不是真的靠外界来管理的话 我相信应该也是会比较受到 比如说消费者 或者是使用者的信赖的 毕竟他自己有点像自动自发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应该要怎么做 刚提到这个是 台湾有徐于仁立委 或者是于宛如立委 在推动交易所领域的一些自律组织 跟自律公约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两位应该要 把这件事情拿来在自律组织 或者是自律公约里面 邀请这些业者 交易所业者一起坐下来 想想看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 这个我当然会比通过一个正式的立法 来得快速的多 因为只要大家取得共识就可以了 而且这些人都是领域里面的业者 比较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是一种取代缓慢的立法步骤的一种方法 但是长期来看 可能他还是一个必须要受到规范的一个领域 我认为 所以我这边呼吁两位立委 可以对这个东西做一点动作这样子 列入教材这样 对 其实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台湾 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 虽然自律组织跟自律公约在去年 纷纷都有一些新闻 但是目前对于交易所发生了这样 这么大的事件 我觉得确实应该有点反应 接下来就是说 那除了用法律来防范这件事情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技术的方式 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现在的交易所其实比较像是 我们现在要把钱拿去跟别人买卖 我要去买比特币 或者是我要卖比特币 其实都是要先把币交给交易所 然后再请他协助 我要买 那他要去找要卖的人 我要卖 他要去找要买的人 比如说用比特币去换以太币 对对对对 那他就要找到交易的对方这样 刚刚英英也提到就是说 这其实很像是我们大楼的管理员 网拍间要来了 然后可能会先放个1500在楼下 对就是放在管理员那边就是 如果送货到了 送货到了帮我付钱这样子 对有很多人啦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 都是把钱放在交易所里面 就是把例如说用几十万买的比特币 以太币等等的 都放在交易所里面 这其实就像是 你把你几十万通通都存在管理员那边 这听起来就很荒谬 所以我之前有写过文章 就是说你不应该把交易所当成是你的银行 因为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包含刚刚我们提到他们 虚拟货币交易所 比较没有受到法律规范 银行其实是演化了很多年 所以他现在的制度相对完善的很多 所以你可以把钱放在银行 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交易所什么时候要倒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害也不知道 对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交易所在整个区块链的运作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中心化的存在 它是一个中心化的机构 就有点像你家大楼的管理员 它也是一个中心的存在 你胆敢把几千万放在他身上 他就可能随时落跑这样子 你把比特币 或者是你把新台币放在管理员身上 放在交易所 跟比特币区块链到底安不安全 这其实是两回事 就有点像是我把新台币放在管理员身上 跟新台币上面的防卫机制 是不是有漏洞 如果万一管理员他把我几千万带着走了 我并不会说新台币的防卫机制好烂 不会说发行的央行好烂 对对对 这其实是很荒谬的 那其实我们要怪这个管理员嘛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偷偷把我的钱带走 那当然再回来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把几千万放在管理员身上呢 他受不了诱惑啊 我想说的是交易所是一个 整个区块链领域的一个中心化的一个机构 那所以如果我们把钱 通通都放在这个中心化的机构 其实是会有问题的 那到底该怎么办 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应该要把钱拿回你自己家 放在你自己的钱包里面 自己的冷钱包吗 还是热钱包 现在我们手机其实也有很多的 钱包的app 例如说我之前有写过文章 就是说来教你怎么创造一个 虚拟货币的钱包 比如说推荐过 Trust这个虚拟货币钱包 有写过文章就会教你一步一步 怎么创建这个钱包 然后收钱 当我说 有人说我想要转给你比特币的时候 那你该给他什么东西 这样子 给错东西 你就是等于把你的财产都给他了 那所以你要给对东西 这一个在过年期间发生的大事件 我认为这是一个轰动全世界的大事件 连新闻都在大肆的报道 42亿被锁在那边 11万人受到影响 幸好不是发生在台湾 如果你现在还有把钱放在 某个交易所的话 虽然大家都把钱放在那 11万人还不够多吗 对 大家都把钱放在那 但是大家钱一起被锁在那 其实不应该从中 说大家都把钱放在某某交易所 例如说币安交易所好了 赌币安不会有问题 币安管理员事不会有问题 对 其实是赌币安管理员事不会有问题 地保大厦管理员事不会有问题 对 那但是很难说嘛 你会说地保大厦管理员事 可能是他们不缺钱 等等的我不知道 但是很难说啊 币安他当然也缺钱啊 能有越多钱越好 最安全的方式 其实还是把钱 拿在自己的手中 这当然是很不直觉啦 对很多人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习惯就是 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不是自己保管 放在银行还会生利息 而且放在银行 会觉得比放在家里 安全的多 但是现在 在区块链的领域里面 交易所绝对不是银行 当然有一些公司 专门在做 类似银行的业务 就是托管 但是目前非常少数 选择还不多 多数人我建议 你其实还是要把钱 拿回自己的钱包里面 管理 才不会因为一个 不是你自己发生的失误 而造成金钱的损失 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 其实还蛮多重点的 而且都比较像是 观念的厘清 第一个重点 我觉得应该是 刚刚一开始讲的 冷钱包跟热钱包 冷钱包它其实 就像银行的金库 那如果是在 网络世界的时候 它就是不联网的 所以如果交易所 它把你的钱 放在冷钱包 其实是相对安全的 只是可惜 我们这次创办人 他就是意外过世 然后也没有 留下任何记录 说他要如何 打开冷钱包 才造成 这次是而已肥了 对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 如果你把你的钱 你的各种币 放在交易所里面 你其实不该把它当成银行 因为这就像你把所有的资产 都放在你家警卫室一样 它也不代表说区块链是不安全的 因为毕竟 警卫室它其实是一个 还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服务站 它跟区块链的去中心化 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最后一个就是明恩刚刚呼吁的 希望我们的自律组织 可以也想一下 如果台湾也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赢 因为如果是自律 由业者来领头的话 说不定还会比法律来的有效率 而且他们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我当然希望就是说 除了这个自律组织 有一个规范之外 对立法机构 对行政机关来说 他们也比较好做事 那我按照你的什么样的方法 找到一些头绪 然后来立法 我相信这肯定是 台湾可以领先其他国家的地方 虽然这些事情都不需要发生在台湾 这些悲剧不需要发生在台湾 我们不用再缴学费了 对 那加拿大缴过学费就好了 那我们就是从他学费里面 我们观摩 然后 旁听 对 我们也可以改善自己 对区块链领域的这个管理的规范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 加拿大交易所 他们帮大家交的 42亿学费的这一集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podcast 欢迎帮我们评分跟留言 然后也欢迎参与我们的三片试阅服务 好 那就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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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